马太福音第27章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借去交给熏府毕拉多。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 他们说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 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 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 他们商议,就用奶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 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估订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估订的。 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 比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一直巡抚甚觉稀奇。 巡抚有一个常例 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 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 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 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基督才把他借了来。 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 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 军府对众人说 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呢? 他们说 阿拉巴! 比拉多说 这样,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都说 把他丁实之架! 巡抚说 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做事呢? 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 阿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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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 有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同当吗? 众人都回答说 阿拉巴! 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阿拉巴! 于是比拉多释放阿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定十字架。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银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珠红色桃子,用荆棘颠奏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尾子放在他右手里。 阿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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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e 拿一根尾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扔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订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 遇见一个鼓励奈人 名叫西门 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哥哥他 意思就是独楼地 冰丁拿苦胆调和的酒 给耶稣喝 他尝了 就不肯喝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粘究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 写着他的罪状说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 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 击翘他 摇着头 说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 也是这样戏弄他 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他依靠神 神若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 我是神的儿子 那和他同钉的强盗 也是这样的计较他 从武正到神出 遍地都黑暗 约在神出 耶稣大声喊着说 伊利 伊利 拉马萨巴 哥大尼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这个人呼叫伊利亚呢 那中有一个人 赶紧跑去 拿海荣 沾满了醋 绑在尾子上 送给他喝 其余的人说 且等着 看伊利亚来救他不来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忽然 殿里的慢子 从上到下 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一顺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拜父长和一同 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说 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 远远地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 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 那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 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 玛利亚 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到了晚上 有一个财主 名叫约瑟 是亚利玛泰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约瑟去了身体 用干净细麻布 我好 安放在自己的心坟墓里 就是他造在磐石里的 他又把大石头 滚到墓门口 就去了 有莫大拉的玛利亚 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 对着坟墓坐着 此日 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 来见比拉多说 大人 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 还活着的时候 曾说 三日后我要复活 因此 请吩咐人 将坟墓把守妥当 直到第三日 恐怕他的门徒来 把他偷了去 就告诉百姓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 那后来的迷惑 比先前的更厉害了 比拉多说 你们有看守的兵 去吧 尽你们所能的 把守妥当 他们就带着 开守的兵桐去 封了石头 将坟墓 把守妥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望